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中国人 我爱中国 这句话为什么会让作者如此激动 如果我们要是有条件的话 可以阅读一些相关的资料来加深印象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来学习课问 首先 先让我们来一起读一读课文的内容 第二十三刻 难忘的一刻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我在台湾一家行业公司的轮船上工作 有一次 我们的船停过在高雄港口 我上了岸 穿过市区 向郊外走去 不记得走了多远 看到前面有一所乡村小学 白色的围墙 门外栽着一排树 校园里很近 我走进一间教室 站在窗外 见一位年轻的台湾教师 正在教孩子们学习祖国的文字 他用粉笔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着 我是中国人 我爱中国 他写得很认真 也很吃力 台湾光复不久 不少教师也是重新学习祖国文字的 接着 他先用闽南语 然后又用还不太熟练的国语 一遍一遍地读 老师和孩子们都显得那么严肃认真 又那么富有感情 好像每个字 每个音 都发自他们火热而真挚的心 我被这动人的情景吸引住了 凡是崇高的敬意 我悄悄地从后门走进教室 在最后一排空位上坐下 和孩子们一起跟着那位教师大声地 整齐地 一遍又一遍地朗读着 我是中国人 我爱中国 老师和孩子们发现了我 但是 好像谁也没有感到意外 从哪里双双眼睛里 可以看出对我是表示欢迎的 教学继续进行着 大家朗读得更起劲了 下课了 孩子们把我围了起来 老师也走了过来 他热情地和我握了握手 说 我的国语讲得不好 是初学的 你知道 在日本统治时期 我们上的都是日本人办的学校 讲国语是不准许的 我觉得你今天这一课上得好极了 你教得很有感情 孩子们学得也很有感情 接着 这位老师一定要领我去看一看他们的小礼堂 什么是礼堂 不过是一间比较宽敞的屋子 这位老师指着礼堂两面墙上新画的几幅中国历代伟人像 说 这里原来画的都是日本人 现在光复了 画上了我们中国自己的伟人 我看到上面有孔子 有诸葛亮 有郑成功 还有孙中山 看着看着 我的眼睛不觉湿润了 这是多么强烈的民族精神 多么浓厚的爱国情谊啊 我紧紧地握着这位年轻的台湾教师的手 激动地重复着他刚才教给孩子们的那句话 我是中国人 我爱中国 还有什么别的话 比这句最简单的话 更能表达我此时的全部感情呢 那么 我此时的全部感情就是课文中反复出现的那句话 我是中国 我是中国人 我爱中国 那么 我们先来看看课文中的几个重点部分 首先 我们来看这个国文老师是如何上课的 他用粉笔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着 我是中国人 我爱中国 一笔一画写的字 写得那样认真 其实是动作的认真 更能表达的是一种态度的认真 实际上是内心的感受 内心 这位老师在像孩子们传递着自己的深深的情感 我是中国人 我爱中国 作为中国人 由此而引起的自豪之情 就在老师的一笔一画中体现出来 老师和孩子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 都显得那么严肃认真 又那么富有感情 严肃认真 是因为对这样严肃的话题 老师和孩子们饱含着深情 丰富的情感 正是这种深情的具体体现 在读这些词的时候 在读这个句子的时候 我们感到了 好像每个字 每个音 都发着他们火热 而真挚的心 我们可以想象 此时 老师和孩子的内心 作为中国人的这种民族的自尊心 和自豪感 是如此的强烈 老师和学生的这种全权的爱国心 深深的爱国情 就是在他们的发音中 在他们的朗读中体现出来 那么他们火热而真挚的心 正是他们的爱国心 爱国情 老师在回答 他为什么教孩子读这些 和他在上课的过程中 读到这些 被我听到以后的情景的时候呢 是这样说 我的国语讲的不好 是初学的 你知道 在日本统治时期 我们上的都是日本人办的学校 讲国语是不准许的 这实际上正是 为什么师生 作为中国人 读到这样神圣的语言 而表达的由衷的忠诚和热忱 我紧紧的握着这位 年轻的台湾教师的手 激动的重复着他刚才 交给孩子的那句话 我为什么激动的 重复着这些话 这也是融入了我的全部的情感 我的情感 不仅有 作为中国人的自豪 可能 也联想到了 作为亡国奴的痛苦 以及 表达了 对中国的 无限热爱之情 丰富的情感 汇成一句话 正是 这位台湾的国语老师 教给孩子们的话 我是中国人 我爱中国 平凡的语言 表达了深厚的情感 于是 作者说 还有什么别的话 比这句最简单的话 更能表达 我此时的 全部感情呢 用这句话 进行了涵盖 我是中国人 我爱中国 我们可以想到 从这篇文章 我与国文老师 以及孩子们的交流中 作为一个中国人 他们的内心 是如此的丰富 作为曾经的亡国奴 他们没有国家的尊严 更何谈自己的尊严 丧失的不仅仅是国土 还是民族的尊严 尤其 作为中国人 不能讲中国话 这是多大的耻辱 多大的痛苦 因此 不管从教者 还是学者 都充满 情感的 读着这句话 其实表达了 作为中国人的 独立的 这种尊严 小礼堂中 挂的孔子 诸葛亮 郑成功 孙中山 这些像 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代表 他们有中华民族的气节 他们代表中华民族 从愚昧走向智慧 从愚昧走向独立 所有的这些内容 总起来概括 其实表达的 就是一个全权的爱国心 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独立 自主自强的爱国之情 好的 下面呢 让我们来看看本课的生字 敏 门字旁 门字框 底下 里面一个虫 猪 颜字旁 一个者 同学们 刚才我们一起来学习了 难忘的一课 这课之所以难忘 正是因为呢 他向我们 表达了 我们作为中国人的 这种强烈的爱国情 同学们在学习这课的时候 不仅仅 不仅仅学习了语言 更主要的是 融进了深深的 深深的这种感情 难忘 就是难忘 同志们和同学们的这种 爱国情 那么这课书呢 我们先学到这里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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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